好 我們就來做一下視野的問題 這裡有個XYZ 這題以前考過 可是我擺的位置不一樣 請問你看看誰 這個叫做一個眼睛很多東西 很適合我講過的第三種解法 那你要一個一個畫也可以 因為這個畫你畫好格子 所以你要畫那個成像位置 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正確 眼睛畫反射出 誰完全在範圍內? Z 看見誰?看見Z 看不見XY 所以答案就選出 答案就選出 這個有格子會有個小問題 格子不是有四個點嗎? 一個人這個點拉過去了好像有通過 這個點好像好像沒有通過 所以這表示叫做看見一部分 看不見另外一個部分 部分看見 部分沒看見 這樣子 OK? 任期十一 請問你 你可以從 近點看見甲衣餅的誰 可以看見甲衣餅的誰 美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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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要站起來對我微笑嗎? 不要 你要選誰? 你要選B 請坐下 你答案選的叫做B 這個也是一樣 一個眼睛東西很多 畫反射 有格子就很容易畫 對不對? 有格子就很容易畫 畫完之後 誰都在範圍內 甲跟乙嘛 所以答案就是看到甲跟乙 答案就選B OK 請問你啊 哪個 眼睛 可以看到那個蘋果 這就是那個小變形 有人擋住了 有人擋住了 理論上是 這叫做一個東西很多眼睛 適合我的第二種解法 誰啊 誰啊 我們要找一位可愛大帥哥 有可愛大帥哥嗎 千多塊用完耶 這是女生 還有帥哥嗎 有 35 35有這個人嗎 35 睡著的帥哥 不要叫他好了 2 2 2 B B B 你說 你選的叫做B 這個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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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很多眼睛 B做 那為什麼我沒有連到M那個地方啊 擋到嗎 我最多只能從腳要穿過去對不對 我最多只能從腳要穿過去對不對 我最多只能從腳要穿過去嘛 所以我要這樣子畫 我不會畫到M那邊啊 因為根本就被擋住了嘛 所以我這樣畫 所以基本上有穿過誰啊 比跟丁嘛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擇叫做B 所以答案就選擇叫做B 這叫做視野問題 這個是台灣的考試有考的問題 這個是台灣的考試考的問題 我總共教了三種解法 希望你都能夠學會 最起碼要學會第一種一般老師教的解法 一般老師教的解法 OK 有啦沒有人知道嗎 不 很好